再請教李教授 所以如果那個核實的問題 因此讓臺灣加入不了CPTPP 其實臺灣是因小失大 可以這麼說 而且日方講過 私底下講過說 加入CPTP的鑰匙 就在你們臺灣人熟的 但是你從來不把那個門打開 他們是這樣子形容的 這個跟RCP不一樣 RCP你要去問別人 還要拜託 還要改變這個 CPTP人家已經說 我鑰匙給你 門就在這 但是我們就始終走不到那個門 我們的問題是什麼 原住兄聽得進去嗎 可以 這就跟加入RCEP一樣 那你們還要在黨和時 就是如果能夠接受九二共識 我們也能夠加入RCEP 你怎麼會把九二共識拿來放在這裡 按照馬英九今天PO文的說法 其實我其實我剛剛很認真看 他的原文 他的脈絡是說 今天是民進黨 馬英九說我們只是一顆法輪模式 因為他當初的想法就是說 先跟新加坡 再跟紐西蘭 不好意思 RCEP 我們真的不要再花浪費時間 因為不可能 不可能 我講實在話 那就是中國主導 對 WHO WHA就不想讓你進去 還有你RCEP 不可能 我們真的不需要浪費時間 那現在就TPTPTPP 剛剛李教授講得很清楚 日本是要讓我們加這個 就是那個核實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議題 還沒有獲得很充分的討論 如果大家可以把說 要加入這個國際 跟日本的國際貿易 去跟開放核實 大家拿出來理性討論 去分析利弊得失 或許我覺得大家也可以接受 但是這個議題 並沒有獲得很充分的 你們的椅子就飛過來 辦公廳會 連白狼都帶人去砸場 核實 當然 他會把他砸場 公投 公投之前的說明會 你不記得新聞 紅袖珠會反對 紅袖珠會跟八年抗戰 我們標準核實 輔導周邊的產品 日本同意台灣用全世界 最嚴格的標準跟檢測 這樣就好 你知道我們萊克多巴胺 我們把那個障礙拿掉 我還不能斬金截鐵說BTA可以談 什麼可以談 那個很難 但是CPTPP去問所有產業界 這個參加對台灣很重要 那在日本311之後 你有沒有去過日本 有 有啊 有沒有去過東京附近的縣市 有 有嘛 湖島附近嘛 有吃到的東西嗎 有啊 有死嗎 陳田機長就在千葉線 千葉線就是五線之一 千葉線的東西是不可以進來 我們去千葉線都去逛那個機場 免稅店 迪士尼也在千葉 所以你在機場吃東西 你在迪士尼吃東西 有可能都是當地生產的東西 至少水就是 所以我覺得 我很多日本的官員 他們就說 你們台灣這麼喜歡去日本 你們到日本去吃東西的時候 你們會去檢查 是哪一個地方生產的嗎 不會啊 而且你在迪士尼 還是照吃不物 照喝不物 對 那你們為什麼對 而且我們日本人也在吃 我們天皇也在吃 我們又不是說把我們不吃的賣給你們 為什麼你們台灣這麼排斥 你們這是個很矛盾的一個情況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正直到了 老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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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